其實我覺得台灣人 還是像我們這邊六位講的就是 大部分都還是滿和善的啦 對 可是我還是必須說 這兩三年 我覺得大家的那個怒氣值 確實在上路的時候 像子鴻說的 一握到方方盤 真的有變高的狀態 是嗎 對 像我自己 那你不要住在台灣啊你 你怎麼這樣 為什麼突然這樣 對啊 你覺得我們這樣不好 你就離開台灣 可是我真的遇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誇張 真的嗎 之前在華山那邊的時候 對 我要過馬路 然後我真的是站在斑馬線那邊 然後我在等 但等的時候我就撇到我右前方那邊 那個市民大道那邊 有一台很大的那個客運 它準備要左轉 但是因為這邊的那個綠燈 是行人可以先走個十幾秒這走 那我覺得那當然OK啊 我也不是慢慢過 正常我就是快速的過 可是當我才跨到一半 正要跨到對象那邊的時候 它綠燈了 結果它不是慢慢過來 它是不知道在趕什麼 它是加速衝過來 所以一刀弄的就是我也來不及閃 當他真的煞住車的時候 他大概離我只剩50公分 我一摸就摸到他了 是喔 超級近 我那時候真的就是覺得 結果他還沒有道歉 他是直接按喇叭 然後搖窗戶說 你為什麼走這麼慢 看到大車你為什麼不先讓 我說哇 天啊 你是行人 我是行人啊 我當下也真的覺得 你在說什麼啊 對啊 結果那個人是不是有外國口音 他是不是 其實不是通常 哪有 我說小玩車會爸爸咪啊 為什麼要不先 對 對啊 有外國口音 好像有點點點 有一點點 沒有 不要理他 還有那個 我覺得另外可怕的就是 台灣的公車 就是上車坐好之後 那個司機簡單自我介紹 我是誰誰誰 然後那個今天會安全的開車 好 你走 然後就開始走 然後就是我要下車的時候 提前按鈴 這個是一樣 然後他們是 停好之後開門 然後我們是才站起來走 但是台灣的公車是 我還沒坐好他就開始走 然後我下車要提前按鈴 有 但是我是等他開門的時候 我要站起來走 但是我要那個到門下車的時候 一直要關門 然後急著要走 因為妳很慢這樣子 就是妳太慢了 就這一站就下不了了 對 以前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因為我現在有兩個寶寶 然後我帶腿車下車 下公車 然後我還沒有下來 其實我的腳還在那個車子上 然後他已經開始走了 然後我還是在那個車上 怎麼可能這樣子 超可怕 這個新聞好像之前有看過類似的 就是好像是小孩子上車了 然後還是大人在還沒上車 在後面跑在追對不對 對 後面在追這樣子 還是 或是反過來好像 我覺得非常佩服的是 台灣的公車的乘客 很感謝 大家就是74號 可以講74號公車 反正就是我要下車的時候 把那個門 就那個司機把門關上 關起來了 我就怎麼辦的時候呢 車上裡面的30幾個乘客 一口銅聲說 然後司機要開走的時候 有的就敲門對不對 外面從外面敲門 然後乘客說什麼呢 停了開門 妳這好像是一種 包裹著唐藝的方式 來批評我們的公車手機 沒有 被我拎出來喔 沒有 我這車客很友善 他講熱心啊 真的假的 可是我覺得講到交通 我自己各 因為我剛剛舉X嘛 但我覺得台灣的交通 如果在整個亞洲來講 當然不可能 因為日本是真的 真的得很熟規矩嘛 可是我覺得最可怕的其實是 越南真的好恐怖喔 我每一次去到越南 不管是 尤其是他們那個胡志明市 恐怖到有個離奇 因為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就沾啊 然後明明就是已經變成 綠燈可以走了嘛 然後 我想說那我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過這條馬路到對面去 然後就問導一導 說你閉上眼睛直接往前走 不用管紅綠燈 對 真的 真的 我以前導遊也這樣講 覺得不是當地人的話 就要閉上眼睛 他說你就閉上眼睛 直接往前面走 對 超級可怕 因為你車上 你整個路上 這個摩托車 就是很像那種 滿滿的 很像那種 非常恐怖 因為它好像有很多十字路口 它就是用一種默契制度的 對 那就是 你快一點我慢一點 你快一點我慢一點 來去坐這個 交通的 對… 所以你人走過去的時候 它自然會閃 對 它其實駕駛們心裡面都知道說 有人可能會走過來 我之前導遊就跟我說 要過的方式就是 你就是維持等速 不然就是你真的怕 就是閉眼睛 因為你如果走一半 還突然煞住的話 反而危險 反而危險 所以你要把自己當成是摩西 所以你過的時候 會分紅台的狀態 一定過得出來 真的嗎 好可怕 真的啦 真的 你如果怕在那邊怕 他們才會撞傷 因為他們不知道你下一步怎麼做 對 我們 我之前我千幾年 有跟杜力 夢多他們 我們就去越南玩嘛 然後我們本來就像說 因為我們要待幾天 我們去租一台摩托車嘛 就可以繞一些地方 去看啊 好玩嘛 我們就去找了一個店 找到了 我們想說 沒有帶護照 在飯店了 我們就問那個老闆 可不可以借我們一台 我們幾個人留在這邊 夢多跟杜力 他們就去拿嘛 他們就OK... 他們就去拿了吧 很短的距離 大概5到10分鐘就回來了 他們就都停下來說 我們不要開 他們說了那短短的距離 現在5分鐘他們已經快要 出車三貨3次了 他們說出可怕的一個 他們已經就是要沒命了 大家在舉圈的同時 大家都覺得是 台灣是行人的地獄 但是小玉是打叉的 對 小玉妳是愛台灣的 什麼愛跟什麼關係 不是 我是覺得 在台灣過馬路真的 什麼 台灣人過馬路不怕事 台灣人過馬路不怕事 對 真的一邊滑手機 一邊聊天 這一邊就弄就是很 沒有在看路 很自在 對 沒有在看路 有時候就 就能衝出來那種感覺 你知道為什麼台北會塞車嗎 因為過馬路的人 都是一邊聊天 一邊走路 根本車子怎麼過得了呢 妳是說跟泰國比起來的話 很多的斑馬線搭 行人都是用跑的就趕快 跑啊 衝啊 就應該是說 我自己也是在台灣開車 所以我就對台灣的行人來說 你們真的太幸福了 因為在台北真的開車的時候 要轉彎的時候 要等行人第一波走 然後還有後面還有衝過來 根本就過不了啊 又轉了對不對 對 又轉了 那妳這樣子 因為那行人什麼時候要過呢 妳根本就不給他們過 妳的第一波就趕快跟人家過嘛 後面妳就自己跑啊 因為車子要走啊 因為路人是路邊 是路邊是大家可以使用嘛 所以就 讓一下車子吧 所以他還是覺得說 駕駛們全力擁有是OK的就對了 就可能有一些 外國 因為很多國家他們都覺得說 行人絕對是在馬路上面最大的 你一定要讓他們才行 台灣的法規的路權也是行人最大 對啊 我們法規 對啊 對啊 我們已經訂法規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怎麼樣 我們有訂法規啊 而且 而且還可以爆耶 但是台灣的價值有哪一些特色 會覺得說 真的是讓我們台灣變成行人的地獄呢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我給你一條 一條 一條 反了 我這樣看一下 你又反過來幹什麼 你也故意耶 唉呦 真的是什麼 打了方向燈就可以隨便開 對啊 我就是在台灣真的很煩 如果你忘記打你的方向燈 後面的會檢舉你發很多錢 可是你前面你打了方向燈 然後你直接切人家的路 我是開那個外線就是 比較快的是內線還是外線 內線 最內線的是不是可以比較快 就是開內線比較快一點點 然後有一些人在外線 但也想要快一點點 看到就 唉 子龍還要快 那我也要 然後他就是打一個方向燈 直接切我的路 然後害我在內線 我要緊急煞車 才不會撞到他 因為他剛剛騎了我的路 是 這個是一個 我會覺得很可怕 超級危險的一個東西 那有撞到嗎 沒有嘛 沒有撞到 對啊 沒有撞到 這是切車的技術啊 但是我老婆也很生氣 他就是尖叫 然後他跟我說 80他 但這個其實可以用那個 那個什麼 行車紀錄去檢舉 我被檢舉過 這個被檢舉一次8千塊 我被檢舉 他從我去宜蘭 就是出雪睡的時候 就從開始跟… 一直到我到底 所以呢那邊的時候 因為很寬敞嘛 那邊當然是我轉個彎 我都切到前面的 然後我切 我又打方向燈 結果他還是覺得說 你打方向燈 他聽說要幾秒鐘 你才能切 然後他就開始就是 一張一張給你算 2千 2千 3千 他跟超久的 所以總共加起來是8千 但其實危險的是說 你打方向燈 可是你沒有一定看 你沒有看 就是打方向燈 你打了方向燈 你就覺得你可以過了 可是其實你要看 如果你在你轉的時候 你影響到你後面的人 所以如果你後面的人 需要為了你煞車 那你就是錯的 對 你就是這樣就是錯的 對 那我們已經有定規則了 你沒有檢舉嘛 對不對 對 我們放心 好可憐喔 我們今天是可以檢舉的 可以… 想想也被罰那麼多錢 對啊… 我們今天好像在檢討他們一樣 沒有…我們就討論 OK… 沒有太討論 OK 可以… 各位討論 我只是怕被網友罵而已